哈喽大家好,欢迎朋友们来到红毒龟系统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也是非常一对精彩的试换高手对决来自开场手杰克 他使用的是蓝色裙子的巨鱼精 没错,那么右边使用这个绿皮的乌龟,不知火焰,毒吹雪 这另外玩家也是一对一线的高手 左边的话是巨鱼精抓那个低头先把对方关到本边 又是本边的下青腿占军长举接小三连抓逆向 哎呦,这个蜜剑飞雪打空 被乌龟抓到一个先手,抓到一个底头 那么现在下C之后,刚好是巨鱼精满怒气 现在双方都已经满怒了 那么满怒瞬间是会有一个无敌时间 巨鱼精弹枪之后再接零试验版 这个也是比较考验你的手法的一个节奏感 那么巨鱼精跟不知火焰这两个角色 可以说是师傅二代的所谓的三强之一 第一灯,开场手杰克拿下了不知火焰 咱们来看接下来的场对决 谁能再次拿着枪,又是滚难 抓一个都会,但是 毒出血的对冤枪也还是比较丰厚的 继续中刀确诊动作反向 传身逆下对方满怒蟹,利用满怒瞬间无敌前冲 抓一个低头,现在 在巨鱼精,那么巨鱼精这里的话是属于一个点杯了 类似第二队有没有点杯 连续点杯搞得开场手杰克也是非常难受啊 好,满怒蟹,下动刀打对方的硬直 这里继续用下贼 原地烟反,但是这里是开场手杰克明显的错判了当前的一个局面 也是太靠谷了 给了毒出血一个近身中刀的机会 那么现在双方都各自亮了一灯 场地上大家可以看到是来自于不知火焰的主场 又是彩像及零试验反 为什么这里说是零试验反 你看他这里是贴着地面处的 人物是没有离开地面的 这属零试验反 这也是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技巧了 试魂二代里面的零试验反有好几种的 那以这零试验反是最难的一种方法 好了咱们来看这边的话 不知火焰已经满怒气 满怒气的话 哎呦,我去连续两个彩像打到对方 还是想出近身的轻腿 但是这里独吹验抢到了一个 头剂 利用了烟雾 毒雾的一个掩护 前冲抓了一个普通头 巨鱼精这个家伙 如果说被他磕了 磕了一个头的话 那基本上是 气桃就会加满了 这一灯的话是来自于独吹血的胜利 咱们来看看这把巨鱼精 能不能乘胜之地 拿下这个不知火焰 火焰咱们一般管他叫乌龟 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这个大锅里面盾着一个异形 好了,叶海凡抓到一个逆向的判定 也是比较对的 好了,他还向穿身 那么巨鱼精在二代里面是可以穿身打 你这样的 好,又是滚弹中后 暂时这里不如火焰的判定 预判还是比较精准的 激发弹项摸血 斩滴 他的斩滴3C都是非常好的 健身的一个牵制对方下断机会 怒满了 不是还 弹项打对方一根植 那么现在前中再抓一个逃剂 顶得好疼啊 什么叫弹疼你知道吗 究竟现在是蛮怒气 血量太少了 好的 清台像破了对方的滚 滚转突然 那么现在是想摸血 但是没想到被鱼精破掉 也算是杰克险胜了这一遍 大家可以看到背景上 那个不舒服还他的老婆 从上面直接掉落下来 旁边上来说是双方都已经满怒气 满怒的话 这里的话伤害会有一个1.15倍的加成 继续啊 打到一个健身的下推 确认出自己的原因 自己也反 好了 这里是近身的下中刀 打对方英只 前冲啊 前走头的一个心腿 然后再带碰头 那么现在基务金抓了个低头 穿身吧 好的 又是打原地也反 两刀 以防上段 防向段 台下 台下 哎 对方满怒气 中刀打空 原地也反 漂亮 那么 感谢头看 喜欢试魂2的朋友给我点关注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